哎呦 我的姐啊 你约我来西餐厅吃饭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的呀 姐不能请你吃个饭呢 你啥时候请我去西餐厅吃过饭呀 你姐有那么抠吗 你说啥事 怎么还有一个杯子呢 谁呀 你今天相亲呢 你别嘲笑我啊 那还有谁 你广东的女朋友呢 我昨天给她打电话 她没接 不会是她吧 这里这里 啊你把她约过来了 表姐 你怎么在 他约我的 表姐约我的呀 你不能约他吗 今天说是没你的约会 单独的约会 没什么就是你的 他跟我说约我吃个饭 说我要走了 我也是话得很样的惊喜啊 表姐你煮的鱼是吧 你说今天是不一定约吗 打回事了是不是 来着来了好久不见 甚至想念 哎呦我走 握握手握握手 你放松一点 她有点紧张 没有那么紧张 也没有其他的意思 嗯 就是说 单纯的想请你们吃个饭 你们不是马上出去了吗 对我们过两天一起 我带着她一起去房间 省着她自己坐车了 就是这样想 对啊你们都在广东 而且离得又近 对 就是说以后 大家都像朋友一样 多走动一下嘛 听到没有 多走动一下 在我们家里也只有我 知道你们虽然是假的 还好 对 也只有我知道 但是从我内心里我非常喜欢她 我看得出来 我跟表姐相处的世界上 我们聊得来 对 聊得很好 都背着我都已经加微信了 还聊得不来吗 我发信息我就出来了 对啊 我都约不出来你 谁让你昨天不接我电话的 我们家小刀 他人其实还可以的 我觉得不懂事 谁不懂事 你 你一个闭嘴啊 我不懂事 你要多单战一下 知道不 其实小刀呢 我认识这么多年了 也认识他很多年了 然后说呢 还可以吧 首先他这个人品 我是很认识的 不懂你的话 我认识 那这一块 这生地 这朋友没话说 对吧 对 来好生地 绝对没毛病啊 多传 不能碰 我好生地 好生地嘛 他上了给你的钱 你就应该收着 听到没 我给他他不要 这家我的钱 给他多乱花了 就应该收着 小刀他只会要花 他一次有封信了 他还是挺种事的 对 你看 他上次的话 虽然没有 没有人收到 我妈还多收了一刻 你看 平安福 是吧 这个可以 给他收一个手段 对 可以可以可以 你老弟做事 这么不靠谱吗 那肯定钱不收 我肯定要给他补补 是的 我很喜欢的 小刀还可以的呢 不然我也不跟他相处 这么多年 有朋友值得可以交 所以他上次 就是说 上次他那个忙 就是说 一找到我 我就说想说 让家里的老人 也开心一下 所以我对他做 我就答应下来了 结果他当真呢 说给我现金 我这个钱 肯定是不能收的 因为他还该的 还有很多地方 刷花钱的地方 而且 上次跟你说 那个事 去办了没有 办了 办了是吧 已经那个了 又说了 而且还有 今年也刚好 是我妈头一年走 她也知道 我家里 现在肯定亲戚 追我追得紧 所以他就是作为朋友 他就 他其实没打算收这个钱 然后他就义务帮着干嘛 这份情 我一定会记在心里的 这个就无论多说 看多好的女孩子啊 小刀 我努力嘛 你不用说了 你说的人家 女孩子都害羞了 我能点菜吗 姐 我饿了 等会吃 什么标准 你就告诉我今天 什么标准 要看我们家女神 那我就 那我就点出贵的了 反正不要接买单 以后 以后你们两个 一定要记得 多多接触一下 听到没 多多见面 不用躲着我 对 我们 不用躲着目标少到 你要是再躲着我 我就让我姐打电话 不是你 我赶到广东去 她赶到广东去 我去找你 你再也要像昨天 一样不接我电话 我跟你没玩 听见了没有 过去的话 可能做工作比较忙了 那该见面 不得见面吗 过去的话 可能新的一年 开年工作比较紧张 挣钱的同时 也要照顾好自己 对不对 对对 对不对 点菜点菜 那我们就吃饭了 吃饭我们就不拍了 啊 姐 点兄弟们拜拜吧